大家好啊 给大家聊聊这个明代 女真 血缘组织哈拉木坤 的动态分析 关于这个 女真人的血缘组织的形态 明代的女真就是后来的满族的基本来源 关于哈拉与木坤这个中外学者都进行过研究 都进行过研究 俄国人有一个叫史禄国的 他认为哈拉是基本的血缘组织 以后由于血缘组织的发展 又分演出分化分离 演变衍生出 叫嘎尔干 与木坤两个层次 中国的学者有一个姓莫的叫莫东吟 就那个子丑吟某的吟啊 莫东吟 他说呢哈拉 嘎尔干 木坤 分别相当于明代女真人的部落 包族 氏族 包族 同胞的包啊 氏族 姓氏的氏啊 相当于部落包族和氏族 一个日本学者叫金西春秋 今天的金 东西的西春秋 指出 史禄国有关 嘎尔干的 看法 在文献史料中得不到印证 另外一个日本的学者叫做 三田 村泰柱 也对明代女真的社会组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他撰写的 论文叫做满猪国 成立过程的考察 他这个满猪国 的满 还是这个满族的满猪 珍猪的猪啊 他认为木坤 是哈拉的派生部分 派生出来的 即 以地域 关系为基础的血缘集团 总而言之啊 学者们在木坤 是由哈拉 派生出来的血缘组织 这一点上 是有共识的 但哈拉 与木坤的性质问题 并未圆满的解决 下面 跟大家分享哈拉木坤的早期形态 在明代 剑州女真 剑州女真就是努尔哈赤 黄太极 塔克士 绝昌安 他们这个爱心均罗这一枝 就是满族的皇族所在的 满族的 或者叫满族共同体 满洲人共同体的 最核心的 叫剑州女真啊 剑舍的剑 这个兰州 郑州 杭州的州 剑州女真和海 西女真 大海的海东西的西啊 哈拉的组织已经细节 分析的细 解体了 已经解体了啊 细节 分崩离系 对吧 追溯他与木坤的早期形态 虚从 有关的词汇的分析入手 哈拉 哈拉 H-A-L-A 是女真的传统的语汇 啊 词汇 木坤 M-U-K-U-N 一般认为 源于金代 啊 金代 女真语的谋课 在清代文献中 哈拉 对意为啊 对应的翻语为 姓 汉族人说的 您贵姓 这个姓啊 这个叫什么 叫 Family Family name 木坤 M-U-K-U-N 则 有两种基本的意义 一 是族 啊 族 这个 建现存最早的满文工具书 是康熙39年版的满汉类书 满汉啊 分类 类别的书啊 卷寺 仁伦 仁伦啊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仁伦 凡 木坤均 对异为族 如 阿拉德嘎 阿拉德嘎 A-L-D A-N-G-G-A 木坤 远族 远族啊 亲属关系远的 这种亲属啊 远族 还有禁族 禁族是读成 Hank吗 H-A-N-C-I 木坤 Hank木坤 就是禁族 还有木坤 A-D 组长 即是 M-U-K M-U-K-U-N 然后一个I 小写的I 然后答 D-A 达 木坤达 木坤达 我昨天跟大家聊的 木坤达 就是族长 比木坤再大的那个血缘集团叫哈拉 哈拉达 大的族长 大的血缘集团 小的叫木坤达 据此 康熙朝 遇至清文件 木坤条 是意啊 这个词条 解释 可以翻译成为 就是说同姓兄弟称为 族 第2个解释叫氏 我们说 氏族社会的氏 姓氏的氏 在这种场合 一般是与哈拉联系起来的 雍正朝啊 有一个叫巴齐满洲 氏族通谱 巴齐满洲氏族通谱 是以巴齐满洲为对象 传修的 一部大型的谱书 共载满洲六百四十二个姓氏 六百四十二个姓氏啊 因为是在参集家谱 世袭 普当等早期官司文献基础上完成的 所以不失为考核 满足原流的基本著作 卷手繁力 履数 那个调吕清除那个吕啊 思思吕吕的吕 这个讲述技术的书 吕数 满洲血缘组织的特征时 写道 满洲巴齐内有 同性 而不同宗者 有 本属同性同宗 而其知足 别为一性者 什么意思啊 满洲巴齐内有同性 而不同宗者 同一个性 但是 他不是一个 祖宗 这个有 比如说现在 一般说姓官的 有很多满族人 他们叫瓜尔加市 瓜尔加市在叶和部里边有瓜尔加 在苏丸部里边还有瓜尔加 苏丸 苏州的苏 丸 完成的丸 但是我怀疑呢这个苏丸 哈萨克里边也有个部落叫苏万 写成汉字 苏丸 这个朴素的苏 然后苏 苏如的苏 苏平县城的苏 河南南阳也简称苏 那个叫苏万 这个叫苏丸 是吧 满族人说 你好 好 加克三 加克三 哈萨克人 加克斯 是吧 然后维吾尔是 然后还有本属同姓同宗 而其知足 分之 别为一姓者 是吧 他分出去了 然后再 起一个其他的姓 而且满人有的是一辈一个姓 怕满门抄斩过去 这里的姓在该书满闻本中 做哈拉 是 则叫木坤 哈拉 大 人多 木坤 小 人少 因为是考径原流的书 故而 有关血缘概念的 辩析 最明白 最明白啊 而且这是雍正的 朝的书 巴齐满洲 士族通谱 那会满清 啊 入关 时间还比较短 他很多他的文化还没有 忘记 还没有丢弃啊 总之在清代满族中 哈拉 已非 已经不是啊 血缘 组织的实体 只有木坤才是 但是借助性与事的关系 可以了解哈拉与木坤的历史面貌 姓氏 姓氏之别 并非满族 及其仙氏 所独有 并不是 只有满族 和满族的祖先 他们才有这种姓氏的差别 随着 士族的戏谱 寓意离远 这个是吧 一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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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血缘他越来越远啊 以至 士族的成员 除了有较劲的共同祖先的 少数场合之外 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 有事实上的 亲属关系了 是吧 辈越长 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些亲属 已经不来往了 就在北京的亲属 如果走在大街上 我都不知道他是谁 俗话说一辈亲 二辈表 三辈四辈就拉倒 一辈是亲兄弟 第二辈 就是表兄弟堂兄弟 第三辈第四辈有的就不走动了 是吧 这个 包括我们在北京很多叫什么表姑的 说实话什么 表收 表输 表旧 好多可能到我妈那辈 见了面还打招呼还聊一聊 到我们这 前些年还来往 这些年都不来往了 因为 他们可能往下又繁衍了三四代 那往下更不认识了 所以啊 一个社会 只要他存在血缘组织 并进行着自然的繁衍 就必然形成 区分不同层次 血缘组织的概念 是吧 远近亲疏 性与世 具有表述血缘亲疏的 社会功能 性 表同组 性什么 性表同组很容易 性礼 咱们都姓礼 表明咱们老祖先 是一个祖先 是吧 性表同组 即 同意 血族 什么叫血族啊 血缘 形成的 家族 民族 氏族 部落 包族 分支 氏 表分支 氏比姓小 代表同一个姓下边的分支 这个有点相当于汉族说的某一个姓的 这个 郡旺 比如说姓李的 郡旺是天水 比如说姓张的 太原 姓马的 邯郸 姓钱的 苏州 是吧 他这个 然后呢 郡旺就是来自某一个地方 或者某一个共同祖先 下边叫唐号 唐号就是这个姓的分支 氏表分支啊即同一血统内的 亲疏远近 由姓哈拉 而至氏 也就是木坤 反映了血缘组织 分支繁衍的普遍规律 同时意味着 血缘关系 有远及近的 变化 清代的史籍 繁迹各部始祖 叫 达 马法 D A 然后是 M A F A 马法 马法 就是满人的祖先 他们比如说在家里边有时候供奉着祖先 有一个叫祖先匣子吧 祖宗匣子 那个祖先就叫 马法 他们繁迹各部始祖的姓氏 均用哈拉 而不用木坤 满洲十路 眷一 第一眷 继 哈达乌拉 两个部落 满洲是66部 满洲人有66个部落 其中有叫哈达的 还有叫乌拉的 这两个部落的始祖 他们是同一个始祖啊 都叫 那拉 那拉就是 那伦 那伦什么意思啊 那伦是蒙古语 太阳 啊 月亮叫 撒人 撒人是月亮 那人 是太阳 这个 八九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吧 老一辈的有一个电影明星叫那人花 就是蒙古族 翻译成汉语叫太阳花 所以这个哈达乌拉 的始祖啊 他们的哈拉 他们的祖先就是 那拉 那伦 这个耶和部 耶和部的哈拉 就慈禧太后啊 他们那个耶和部 伊和 就是蒙古语啊 伟大的意思 大的意思 耶和部始祖 他们的哈拉 他们的姓 是Tumet Tumet 就是Tumet 这是蒙古姓啊 蒙古姓 其实满洲人里边很多原来都是蒙古人 还不是后来 归附他们的蒙古八旗 在这之前的 已经被称之为满洲人或者满族人的这里边 有很多就是蒙古人 他们慢慢慢慢的就 叫做满洲化了啊 满洲化 被同化了啊 灰发部有个部落叫灰发啊 灰 灰黄的灰 发 发财发达的发 灰发部的始祖的哈拉 他的姓啊 他的姓是 Ikd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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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可以作为证据啊 都可以作为证据 好吧 先读这一小段啊 接着再给大家读别的题材啊